如何淡青淡黄分离 准备一半大蒜 揉搓几下 淡青轻松分离 二 这样贴窗可贴很容易掉 今天教你一招 将窗可贴两端剪开 然后这样交叉贴在手指上 这样就再也不会掉了 三 你要学会这个 穿针的时候 总是穿好几次才好 像这样把针头压在线上面 摩擦几下 就可以穿好了 四 喝不完的啤酒倒掉太可惜 今天教你如何保存 把半瓶的啤酒灌满 用一张纸巾盖住瓶口处 向下一撸 瓶口就被纸巾封印住了 啤酒瓶倒过来也不会漏 五 鸡蛋壳在蛋液里不好清理 今天教你一招 用手指沾清水放入蛋液中 轻轻一点 蛋壳就跟着出来了 六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只要你手机敲击屏幕的声音 是这个声音 说明你手机的屏幕没有被换过 是原厂屏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七 活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绿豆芽是这样做的 碗里放一张纸巾 加入小苏打 倒入温水 把泡好的绿豆放里面 套上塑料袋 三至五天之后 绿豆就变成豆芽了 学会的记得转发 让更多人知道